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台风康一对台湾的惊人影响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造成了三人遇难 还有超过500人受伤 让居民的生活陷入混乱 74万户家庭因停电而面临困境 想象一下 当狂风暴雨席卷而来 树木被连根拔起 电线如同危险的武器 无数家庭的安宁被撕裂 居民们的惊慌失措无法言喻 然而 在这片阴霾之中 社区居民与志愿者 却展现了人性的光辉 互相扶持 共同面对挑战 重建希望 随着第一银行推出 天然灾害纾困贷款 许多受灾者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 更是心灵的慰藉 这场灾难不仅考验了台湾人民的韧性 也让我们看到团结的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场灾难的影响和后续的救援行动 在台风康瑞悄然远离台湾之后 岛内居民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平静 尽管风暴的残酷力量已经消散至太平洋的广袤水域 但海面上的波涛依旧汹涌 给海运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今天 海运仍有三条航线 共计八个航次停航 这一消息 让许多依赖海运的商家和旅客们感到困扰 气象专家吴德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场台风虽然已经变性为温带气旋 其威力大幅减弱 但海巷依然不佳 导致航运受到限制 他的分析让人们明白 即使台风已经离去 它的余威仍会影响一段时间 这种现象就像是一场舞台剧的尾声 尽管主角已经泄目 余音却仍在耳畔回响 回想起台风来袭的那几天 许多人都记得狂风暴雨的猛烈 街道上 树木如同被无形的巨手推到 雨水倾泻而下 仿佛天河决堤 商家们纷纷拉下卷帘门 居民们躲在家中 心中惶惶不安 台风过后 虽然天气渐渐好转 然而海运停航的消息却像一片阴云 笼罩在人们心头 对许多旅客而言 停航无疑是个坏消息 小李源计划乘船前往澎湖 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 如今却只能留在家中 他无奈地说道 期待已久的假期就这样泡汤了 心情真是糟透了 而对于那些依赖海运的商家 停航不仅是个困扰 更可能是生意上的一场危机 小张经营着一家以海鲜为主的餐厅 由于航线停航 他的货源告急 生意受到重创 他苦笑着说 真希望海运能尽快恢复 损失实在不小 在风暴的阴影中 台南艺术界传来一声悲鸣 台湾著名艺术家陈辉东慈氏 享年87岁 对于这位杰出的艺术家来说 他不仅是台湾美术史上的重要人物 更是无数追梦者心中的榜样 他仿佛是夜空中一颗闪亮的星 陈辉东于1938年出生于台南 他的艺术之路 如同他的家乡一样古老而富有生机 年轻时便显露出对艺术的无限热情 但生活并没有为他铺就一条平坦的道路 即便如此 他依旧努力不懈 追求着艺术的极致 无论是肖像画 风景画 还是镜物画 他总能以独特的视角捕捉生活的美 呈现台湾的自然风光与人文底蕴 他的画作如同时间被凝固 每一笔都饱含对生活的热爱 与对美的执着追求 比如那幅描绘台南老街的作品 画中古老的建筑与穿梭的人群 仿佛在低声诉说这座城市的历史 凸显出他对故土的深厚情感 文化部长李远 在得知这一噩耗后 深感惋惜 称赞陈辉东为台湾美术史的开创者 并表示文化部将成请总统 明令包养他的贡献 陈辉东不仅在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 他的教育事业同样令人称赞 多次参与国内外艺术展览 斩获无数奖项与荣誉 同时他在教学上倾注心血 培养了无数年轻的艺术人才 他鼓励学生勇敢追求艺术梦想 成为他们心灵的指引者 在台风康尼的袭击之下 台湾再度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这场天灾带来三人遇难 超过500人受伤 电力中断 波及74万户家庭 暴风如野兽般袭来 树木被连根拔起 电线像鞭子般在空中挥舞 瞬间将生活撕扯的支离破碎 然而灾难的阴影之中 人性的光辉闪耀 居民们 志愿者们纷纷伸出援手 彼此扶持 共同面对挑战 许多志愿者冒着风雨 走上街头 清理倒塌的树木 修复受损的设施 他们的行动 如同一束温暖的阳光 照亮了黑暗中的希望 同时 面对灾后的重建需求 第一银行迅速推出 天然灾害纾困贷款 犹如一根及时的救命稻草 帮助无数家庭重整旗鼓 受灾者如阿明 在社区的帮助下重建家园 找回生活的意义 他说 在这样艰难的时刻 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这让我坚信 无论多大的困难 我们都能携手并肩 这场灾难 不仅考验了台湾人民的韧性 也让我们看到了团结的力量 受灾家庭在重建中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分享经验 互相鼓励 使彼此的心灵 在风雨中得到治愈 台风康妮的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挑战多么艰巨 只要团结一致 携手同行 就一定能重建希望的明天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台风康妮的影响 无疑是毁灭性的 造成了多人伤亡 和广泛的财务损失 然而 危机中总能看到 人性光辉的一面 这才是值得庆幸之处 在灾后重建中 台湾人民展现出的 互助精神 正是我们应该 弘扬的优良传统 向第一银行 推出的纾困贷款 就是在危难时刻 为受灾者提供的 及时帮助 帮助他们 重拾生活的希望 我认为 这样的互助行为 不仅仅是救灾 更是社会凝聚力的体现 足以让我们 对未来充满信心 楚天书 你的观点虽然积极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这些灾后重建措施 往往是背水车薪 纾困贷款 确实帮助了一部分人 但对于大多数 受灾家庭来说 还远远不够 许多人因台风失去的 不仅是家园 还有生活的保障 天然灾害的频繁出现 暴露了 我们在防灾减灾方面的不足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灾后的紧急救助 而是更有效的灾前预防措施 提高基础设施的抗灾能力 这不仅能拯救更多的生命 也能减少灾后重建的压力 虽然纾困措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但它们是非常关键的一环 在面对重大灾害时 临时的救助措施 可以有效缓解受灾者的困境 让他们在重建的路上 不至于太过艰难 此外灾后重建的过程确实很漫长 但这同时也是一次检验 我们整个社会协作能力和韧性的机会 只要我们在灾后总结经验教训 不断完善机制 未来的防灾能力一定会有所提升 台湾人民的团结和互助精神 就是最坚固的基石 楚天书 你所说的团结和互助确实感人 但不要忘记 这种精神不应该成为政府和社会机构 忽视责任的借口 我们不能总是依赖民众的自救和互助 政府需要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看看其他国家的防灾措施 比如日本 地震频发 但破坏程度相对较小 因为他们的建筑法规和应急体系都十分完善 我们需要吸取这样的经验 不仅仅是为了减少灾后重建的负担 更是为了在灾难中保护每一个生命的安全 谢琪琪 我同意着政府在防灾减灾方面 的确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民众在其中的重要性 政府的政策固然重要 但真正的执行还是落在每一个社区和家庭的身上 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防灾教育 让每个人都具备基本的应急知识和技能 正如你提到的日本 除了政府的强力保障外 居民的防灾意识和自救能力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把这种意识融入日常生活中 才能真正提高全社会的抗灾能力 是的 楚天书防灾教育的普及确实是必要的 但这不能代替政府的责任 我们不能让民众承担过多的责任 尤其是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 政府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安全度过这样的自然灾害 这需要政策的支持 资源的投入 以及长远的规划 只有做好这些准备 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在面对灾难时更有韧性 让我们共同呼吁更多的政府行动 以确保未来不再重蹈覆辙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些奇奇的辩论 涉及到自然灾害后的应对措施 尤其是台风康依带来的影响 两者的观点都具备深度 然而在某些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分歧 楚天书强调了在灾后重建中 社会互助精神的重要性 并且提及了如纾困贷款等措施所带来的希望 他的论点彰显了人性光辉的一面 让人感受到在艰难时期 社会各界的团结与互助如何帮助受灾者走出困境 然而他的观点似乎有些过于理想化 未能充分考虑到这些措施的局限性 虽然互助精神可贵 但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灾后的实际重建 需要更多的系统性知识与资源 而谢奇奇则对楚天书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他指出 单靠社会互助无法应对灾后的庞大需要 尤其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 受灾者的生活保障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他呼吁政府应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并引用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以强调防灾减灾的重要性 这一点值得重视 因为在面对天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时 政府的有效应对策略和基础设施的完善 是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基石 两位变手在防灾措施的讨论中 都认识到了政府与民众的共同责任 楚天书虽然承认政府的作用 但他仍然过于重视民众的自救能力 忽略了在面对大规模灾难时 民众的力量是有限的 而谢奇奇则强调了政府应提供的支持 这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只有政府能够动用更大的资源和政策 来进行长远规划 在总结两位变手的观点时 我认为楚天书的情感呼唤了人性的光辉 然而这需要与现时钟的具体政策相结合 而谢奇奇的批判性分析 则为我们提供了更清晰的方向 他强调防灾应从根本上着手 避免让民众承担过多的责任 总而言之 两位变手都在各自的立场上表达了重要观点 未来的防灾措施应该是政府 社会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合作与平衡 只有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 我们才能在面对自然灾害时 建立起更为坚固的保障体系 确保每一个人的安全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